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芒果TV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梅婷 我叫Sn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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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是超人 我觉得自己里面词得太好了 因为在我心里 每一位妈妈都有超人 无论是全职妈妈也好 还是说职业女性 然后说是她得见过家里 见过孩子也好 一直带孩子真的太幸福了 还不行 我的孩子还小 他们小了才四个月 大了才两岁四个月 所以他们对超人还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 在他们大一点 知道超人这个概念 知道超人的精神之后 他们能认为妈妈还是很棒的 我觉得我比没有孩子之前要有耐心很多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对孩子一定要有耐心 对于我和孩子在一起的这个 这个时间来说也是挺难得的吧 因为平常要不然我们出去同心了 就可能不会自己这样一个人 再两个孩子 真的不会有这样那么一个机会 你觉得家里有再多的人帮人 都是这么多用 因为你就是看了这个 就是看那个 为了这个 要去管那个 其实我好像还是更多的一种 可能是这么多年的一种习惯吧 在家里有的时候带孩子 搞的事我挺笨的 不太会做 然后我经常在家里 其实找不到一个存在感 因为我一直有一种想法可能不对啊 我觉得其实就是养育孩子 可能很多人能替你替你来办 就是照顾他的生活 但是教育孩子必须是自己 所以可能孩子大越大就越需要你给你办 还没来得及 其实他们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他们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他们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我得跟他们讨教一下 但是我挺爱看爸爸去找的 他们俩的那一期节目我都看了 我觉得都挺棒的 其实是从节目开始到最后结尾 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成长过程 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我眼计会叫小òokordinate 如果你转变工作 我叫小ili万贵 我乐丝 hourly 蓝萱数 distractions